又到了見證奇蹟的時刻 今天我們看到很多魔術老師的表演對不對 對 拿出撲克牌去看 像羅賓老師拿出一條繩子就想混過去 不一樣 今天至少我有兩條繩子 我們常常知道神節有很多種 有蝴蝶節有活節有方節有死節 今天介紹這個節很厲害 先看一下 一個圈圈 把它拉出去 這個節很厲害 這個節叫做跳節 跳節 我要跟各位解釋一下喔 仔細看 為什麼叫它跳節呢 我來示範一下 現在兩條繩子 白色的有打節 紅色的沒打節 對吧 對 仔細看 仔細看喔 跳節 怎麼跳到紅色的 哇塞 跳節跳節 好 各位看到的白色繩子 完全沒有任何的繩子在上面 真的 也跳過來了 哇塞 好怪喔 太厲害了 這個節真正可怕在於什麼地方呢 它不但會跳到紅繩子上面去 如果你不喜歡它在這邊呢 你不喜歡它在這邊 你可以把它 拿下來 把它拿下來 甚至 你可以把它丟回去 蛤 好厲害喔 好 如果你不喜歡它在左邊 會跑到右邊去 但是不管它怎麼跳 不管它怎麼跳 它始終都只是一個繩子 接下來就是見證 奇蹟的時刻 唉唷 我的媽唷 同樣的 我的繩子呢 也沒有任何的機關 到底可以拿去檢查 天啊 真的耶 哇 這樣子也是很不舒服的 真的耶 哇 就在眼前耶 沒錯 對啊 而且它跟紅線是已經連在一起了耶 而且是繩子的其中一部分 好絕喔 好厲害喔 好 不光只是這樣 今天我要跟各位做機會教育 剛才教育的是上了神節的一課 接下來是幾何學 這裡面是積木 欸 積木 真的 好 簡單講是拼圖啦 嗯 好了 把它拿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呢 把它全部拼起來之後 它的面積 它的大小 剛好是這個 狂狂 沒錯 好講究的東西 沒錯 這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的一個玩具 我還記得當初呢 發生了一件事情 讓我再也不敢碰它 我要跟各位解釋一下 我還記得那一天 我六歲那一天 媽媽從百貨公司買來這個給我 我拿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 弄亂 好 不只是這樣喔 完全把它弄亂 當時這樣子我天資充盈 我只花了三十秒以上 不到就把它拼回來 就想這樣 這樣嗎? 超過30秒 有時候比較聰明 當時我覺得自己好聰明 我就跑去跟店員講說 我一下子把它拼出來了 店員說不是這樣子的 你買的時候你忘了帶一樣東西 其實這個拼圖這樣並不算完整 你少帶了這一塊 這一塊也要拼進去才行 拼進去啊? 這塊拼圖也要拼進去維持一樣的形狀 我回去想了很久 上次我天資聰穎 我發現只要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這樣子拿著 不就同樣形狀了嗎?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這騙子療吧 我是個騙子聰穎的人 我發現你把它從這邊拿過來 放到這裡 再把它拿過來 放到這裡 全部拿過來放到這裡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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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變這樣子 欸 欸 不可能 怎麼可能 當時我覺得自己好厲害 欸 我就跑去跟店員講 沒什麼嘛 這我還是把它拼出來 就是 你忘了帶一樣東西 還有 還有一顆嗎 這一塊也要拼進去 哇 不可能了吧 這比較大喔 對啊 而且當時店員跟我講 如果你能夠拼進去的話 上個禮拜 好 一樣 十萬塊現金 哇 哇 哇 劉天老師真的很有錢耶 拼進去啊 摩摩姐加油 哦 摩摩姐加油 摩摩姐加油 快了快了快了 韋汝也幫個忙吧 就不用來插花了 這樣 手蓋起粉 手蓋起粉 好了 這樣你看 喂 手擋著什麼 哇 還是多一塊 很難耶 太難了 太難了 好 十萬塊現金收起來 啊 哎呀 給我解釋一下 好 那先把它拼回原來的樣子 好 仔細看 怎麼可能 找這麼大一塊喔 對啊 又不是小小的 把它拿到這裡來 啊 然後呢 噓 欸 哇賽 怪了 怪了 怪了咧 這就怪數嗎 大家還記不記得 發生了一件事情 怪了怪了 讓我再也不敢碰這個節目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呢 我把這兩塊加進去之後呢 整個面積 塞不下去了 一點都沒有改變 出發了 哎唷 呃 無可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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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了 有 不可可可可 要不可以 天啊 天啊 臭 楊 好 封閉嘚 在魔術界裡面其實有一個原則 絕對不能魔術絕對不能表演兩次 因為表演兩次觀眾會知道你是怎麼變的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 絕對不會告訴觀眾 魔術是怎麼變的 但今天我在這裡 我要打破這兩個原則 接下來這個魔術我就要表演兩次 而且我要告訴各位是怎麼變的 是這個 蠟燭 竹台 蠟燭 當然蠟燭 有了蠟燭之後我們要點火 今天要用到的東西其實不是蠟燭 是這個 撲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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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麼手法我的天啊 撲克牌 這個應該還要用到 首先呢我表演魔術之前 當然我教學大家 教學之前我要先表演一次給大家看 讓大家知道這魔術是什麼樣的效果 然後我再來解說是怎麼變的 好吧 好 首先 麻煩 有玩過撲克牌吧 有 所以人家知道撲克牌每一張都是不一樣的 對啊 好 撲克牌給大家看 對 沒有任何的問題 嗯 手上沒有東西 好 合起來 請你伸出一隻手指 好 當我把牌攤開的時候 你摸一張牌 用摸的喔 好 這張牌 給大家看 不要給我看到 我轉過去 好 好了嗎 好了 好 然後呢 好 放上來 好 記得囉 嗯 好 等一下我要把它找出來 但找出來之前我要先洗牌 增加魔術的困難程度 嗯 好 先洗牌 好 好 某某姐姐 是 你會洗牌嗎 會 好 不用洗牌拿著就好 那你幹嘛用牌 拿這手握著它 非常好 接下來這邊有一樣東西 氣球 接下來別人叫做瞬間移動 仔細看 握著 波動作 喔 欸 有沒有覺得手上的波動牌 輕人一點 沒什麼感覺 再來一次 欸 有欸 啊 真會說 真厲害 仔細看 進去了 他這麼厲害 剛剛選的牌是什麼 黑桃S 黑桃S 仔細看 接下來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黑桃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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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好棒喔 好棒喔 真的耶 我當然可以討回什麼 已經不在這部牌裡面了 真的嗎 完全沒有 真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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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人耶 真的沒人耶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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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來了 大家想不想知道是怎麼變的耶 想啊 想啊 大家掌聲不夠熱 我就點了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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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先請觀眾選一張牌 什麼牌都可以 我們假設就是你剛剛選的黑桃A 好 我把它放在最上面 然後反過來 我說我要洗牌 但是仔細看喔 黑桃A在最下面 但是我洗的時候 我沒有洗到最下面那一張 喔 對吧 對 所以不管我怎麼洗呢 黑桃A都在最下面 沒錯 然後接下來我要使用非常專業的魔術手法 我要在一瞬間 把黑桃A藏在手上 喔 別藏啊 好 藏在手上之後呢 請默默姐姐幫我拿著撲克牌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拿出這邊 預先就放好了氣球 這樣拿著 喔 我們都知道氣球擋住了撲克牌對不對 對 對不對 好 對不對 笑得好開心喔 所以記得喔 好 要這樣子拿著氣球 好 這樣想當然我只要把氣球燒破 好 牌就出現在這裡 哇 真的好厲害喔 所以不能用透明的氣球 沒錯 如果在你表演的時候呢 你不小心你找到這種氣球 在派對裡面你找不到黑色的氣球 太明顯了 記得記得記得 有什麼方法嗎 記得對 千萬不要這樣拿 我這邊有一顆氣球 如果這樣拿不用表演下去 這個時候記得喔 切記一定要這樣子拿 啊 也可以 一定要這樣子 好 角度非常的重要 但切記喔 這邊不可以讚人 像這位攝影大哥 他的位置就是一個最不好的位置 他會看到 對 如果 不小心有人看到你手上的撲克牌怎麼辦 看到 這時候記得 只要跟著我說一句話 接下來 就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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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壓 不會嗎 欸 跑進去了 請進 用 哇賽 他跑進去了 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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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好可憐喔 天啊 不可能啊 怎麼會 好可憐耶 對啊 怎麼會 好這個送給妳做紀念 謝謝大家 胡婆媽媽們就回來喔 你們是答的